为了实现泰迪的愿望 女员带着她来到拍卖场 卷走了所有昂贵的珠宝 接着他们乘坐游轮准备离开 没想到船老板却临时涨价 泰迪刚准备动手 却被早有准备的大猫抢先一路 然而就在船老板专心数钱时 意外发生了 卧槽 卧槽